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有關這個方程式的敘述 何者錯誤 這個方程式是碳酸鈣跟鹽酸緩應的方程式 我們看A選項 他說這個碳酸鈣的顆粒越小 則與鹽酸之接觸機會越多 緩應速率越快 這個對 再來我們看B選項 環溫度越高 則環溫彼此接觸的次數及能量越高 環溫速率越快 這個對啦 當你溫度越高的話 這個分子動能就越大 速率就越快 所以碰酸頻率就越快 而且它的能量越能夠越過火患 什麼時候會發生反應呢 就是說 當你碰撞的能量越過活化能的時候 就會發生反應 所以這個是對的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C選項 鹽酸在此環溫中是扮演催化界的角色 這錯了 它是反應我 再來我們看B選項 此環溫在未加蓋的廣口頻中進行時 無法達到畫景點 這個對 因為你如果沒有加蓋的話 二的畫景一直跑掉一直跑掉 所以這環溫就一直往這邊行進 一直行進 所以不會達平衡 這個是對的 無法達到平衡 這個是對的啦 它現在選錯的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C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C